嗨,我是Ray 命定底妝一定是每一個女孩 終其一生都在追求的目標 就是你想要那種化起來好像又不是很厚重 你今天好像想要依不同的心情 而有不同的肌膚質感 今天就要跟大家推薦我的 2020命定推薦的底妝系列 在影片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 趕快看看今天的名單裡面 有沒有你的命定底妝呢 今天的品牌出場順序呢 沒有依照排名 在我心中全部是最暗 首先第一個要登場的是 Suku的粉霜 Suku的粉霜呢 我自己都暱稱它為好命光 就是你好像本來皮膚就是這種 好像可以嫁給有錢人的感覺 就是它上臉之後呢 這個改版是它們的新一代 然後它們的遮瑕力增加了 霧感多了大概20%左右 所以我自己覺得它有點像是 清奶油機 就是以前它們的粉霜 你會覺得你想要用蜜粉薄薄的定妝 那你就會覺得 喔這種感覺不會像是那種 有些人會覺得泛油光的感覺 但是它們的新版的這個黑罐呢 我自己覺得它就是 你局部自己覺得需要的時候 比如說鼻翼啊或者是T字的地方 乾肌你用它 你就會覺得是很潤澤 那混合肌呢 你只要像我剛剛講的局部定妝之後 就會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奶油機妝感 接下來呢是肌膚之藥的 微霧光粉凝霜 講到貴婦集底妝一定少不了肌膚之藥 它不只在價錢上是 的確是不太便宜 小資女可能要好好考慮考慮 但是它的妝感你真的不必考慮 就像是它說的微霧光 它是在上妝之後大概兩三個小時 出油之後它會轉化成另外一種妝感 我覺得這是它最神奇的地方 那我自己用的是這個色號 它們還好這次有出到這麼深的色號 因為我本身算是不白啦 然後我也想要用這種貴婦集底妝 因為它呢對於混油肌我覺得是蠻好的 因為混油它有點像是T字部位 你到下午出油之後你會覺得 天啊我的妝感好像開始掉了 然後那種油膩的感覺 這個上妝之後呢 它因為剛開始是全霧面嘛 後來的微霧光之後 你會覺得它有控制住你的油脂 但是同時間臉頰這邊又不顯乾紋 是一個非常高級的妝感 接下來是Sale Vogue 講到粉條你一定想說 喔這什麼以前在用的東西 就好像媽媽那個年代才會出現 沒有喔現在的科技真的不一樣了 而且這一支粉條是我以前從來沒有感受過的妝感 它是奶油肌 而且它是上妝的那一刻就變成奶油肌 我是習慣用美妝蛋上 就是你美妝蛋沾濕之後呢 你就用美妝蛋沾它之後 再上在你的肌膚表面 其實有些人會直接像這樣子畫幾條在臉上 那樣也可以 因為粉條最主要就是 讓你快速完妝 而且達到高遮瑕的妝感 但是這個粉條它完全不乾 上臉之後的那種奶油光澤感 其實會讓你覺得 嗯我好像是用一個遮瑕力比較好的粉底液的感覺 再來是THREE的凝光水粉霜 這一支底妝呢 其實它已經出了一段時間了 但是在這兩年我開始認識了THREE 頻繁的做他們的活動之後呢 我就非常喜歡這一支 他們其實主要是主打一種很自然原生肌膚的感覺 那我覺得這一支它完妝的感覺就很像是 你本身皮膚就是有保濕精華液的那種光澤感 因為它會形成一個很像薄膜的感覺 所以本身肌膚比較暗淡 但是你的瑕疵不多 你只想要膚色均勻一點 看起來肌膚的光澤 比較像是保養系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你會很喜歡它 再來是Carnable的無暇沁透粉底 Carnable在今年做了一個新改版 他們的外包裝其實也變了蠻多的 它不太像是你印象中那種 以前會是大概40以上在用的那種年齡層 它開始變年輕了 而且它的妝感也變年輕了 這罐粉底液我自己覺得 它因為有一個融合肌膚的配方 它主要是可以讓你非常服貼 而且好延展嘛 其實粉底液主要就是 有些人想追求那種很自然的感覺 那它呢我自己覺得它是 面對皮膚那種微微的凹凸感 或者是你如果是毛筒修飾能力 我也覺得蠻好的 但是它就是一個比較偏自然西裝感 你會覺得它的光澤感跟貼膚性都非常的好 接下來是Pan McGrath 這一支呢是有一個黑人彩妝師 它是四大時裝週御用的後台彩妝師 所出的美妝品牌 我那時候其實他們家的商品 我覺得我都很喜歡 然後從眼影買到粉底 那時候就是一個盲選 我在網路上選的時候我就想說 嗯它在黑五可以買 那我就開始 選我自己的膚色 因為我不白嘛 我就想說我要選一個比較中間色調來 結果你們也看到那個刷色了 就是一個超級橘黃的 那我覺得它底妝所考慮到最大的點就是 它橫跨了很多種不同膚色 你都可以在他們的品牌之中 找到適合你的顏色的底妝 那只是我這次盲選就是選錯了 我還想說我一定要來用它 我要用什麼樣的其他顏色 可以跟它混了之後 有辦法放在我的臉上 它的妝感呢其實就是一個很自然 清透的皮膚在你的皮膚上面 其實Dior之前也有出過後台彩妝系列 大部分後台彩妝都是希望你皮膚膚色均勻 但是又不會妝感過重的感覺 它們呢也就是一樣 就是這種很漂亮的肌膚質感 講了這麼多 有沒有你的命定底妝呢 或是你也來推坑我你的命定底妝 因為我也很想知道 大家想要喜歡的妝感是什麼 在底下留言 而且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週見囉 掰掰